而申败e-tech很多人会选择用信用卡自动除值 但是有民众就发现了 明明合约上头写着低于120块钱才除值 但是他余额就有375块钱 远通又帮他再除值了400元 难不成这个远通合约是骗人的吗 不过远通也提出解释 主要是因为扣款要三天之后才能够查询得到 但除值确实当天就能入款 所以民众如果在扣款的三天内 还有上国道的话呢 就会造成所谓预防性除值 也会引发民众的误会 要是您也是天天行经ETC门家的用路人 有信用卡自动除值真的很方便 却有民众拿出单据说 自己余额明明没有低于120块 银行怎么就自动从信用卡除值了400元 总共是有21笔的除值记录 没有一笔是低于120块 他去做除值的动作 最低是124块 最高是372块 仔细看投诉民众的扣款单据上 有21次余额高于120元就被自动除值 根据远通合作的四大银行信用卡 一定要ETAC余额低于120元 才会自动从信用卡转除400元 但这名右路人明明还有372元 就被自动除值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在当初远通的这个合约里面 有隐藏性的一些条款 是我们消费者不知道的 那这个除值的钱是先进 应该是先进到远通的账户上 对啊 那这样子好像不太对啊 只要用路人有走国道 他的代扣款导致账户的余额低于120元 就会自动启动跟银行的勤款作业 所以当400元存进来之后 三天后才扣款 所以感觉这个除值的动作 是走在扣款的前面 所以好像还没有低于额 就已经做勤款 事实上是一个预估的款项 根据远通的说法 由于ETAC扣款三天后才查询得到 要是您这三天的时间内 仍然有开车上国道 银行预估很有可能会低于120元 加上自动除值 一天内马上就能入账 民众才会误会 没有余额就除值 就是这样扣款三天入账 除值一天入账的时间差 才会让用入人出现误解 记得连缘宾珠显明 台中采访报导